如果你是遊戲玩家選電視的終極目標 一定是LG G2 那如果你是電影發燒友 就絕對不能不提Panasonic LZ2000W 至於Sony A95K 那台我們沒測過就不瞎吹啦 這些OLED旗艦最重要的決勝點 就是那顆影像晶片 影像晶片的效果差異直接秀給你看 左邊是啟用Panasonic影像處理晶片 其實處理的擬真劇院模式 右邊是沒有晶片干預的遊戲模式 明顯差異在對比提升 亮部加強跟噪點降低 相機翻拍可能有點難還原現場 不過用肉眼看還算明顯喔 Panasonic HCX Pro AI晶片 會分析畫面上的人物跟物體 去做畫質加強 在運動賽事也會分析人物動作 加強動態爭議 這些都是即時調整持續作動的效果 也就是影像晶片運算的目的啦 Panasonic 77吋LZ-2000W 採用LG特製的OLED面板 配上日本原廠晶片技術 直接達到影像顯示的極致巔峰 畫面表現是真的強壓LG G2喔 配搭裝一個LZ-2000W 一共有65和77吋兩種尺寸 螢幕上邊框是14mm 左右兩邊窄了一點12mm 底框加上前置揚聲器 粗出一排將近7.8公分 全機走純黑色系 下面一排向前發聲的陣列式揚聲器 和其他發聲單體 合併共有5.1.2聲道 總共170W超大瓦數出力 中央一個Panasonic logo 左下角一排是電源指示燈 環境亮度感應器 還有紅外線接收器 指示燈待機亮紅燈 開機會閃綠燈之後恆亮 除烙印中會恆亮橘燈 底下有一片金屬材質 是法素人設計的底座支撐 全機含腳架總共51公斤 後面開關撥一下 底下吸盤就會穩穩吸住電視櫃 或許地震搖到房子都倒了 你家電視可能都還穩穩的 就算喵西人亂來也不怕唷 OLED特性就是薄薄一片 只有6mm 凸出來的全部都是揚聲器和主機板部分 厚度6.5公分 轉到背面 螢幕部分是金屬材質 主機板主體和揚聲器是塑膠外殼 外殼上一排散熱孔 重丁藏在中間這根 壁掛支援VESA 400x300 側邊底下有不能把的電源線一條 6顆實體按鍵可以控制 輸入切換 選台 音量大小和電源開關 螢幕上會顯示OSD可以看 按鍵位置直接對應OSD畫面 不會點錯 側邊接孔上到下一個音源輸出 兩個USB-A 2.0 一個4K60的HDMI 2.1 底下接孔由左之右是一個光纖音源輸出 一個RJ45網路孔 一個AV輸入 兩個支援4K120的HDMI 2.1 雖然支援藍牙、5.0和雙頻WiFi 沒有第四台的數位類比調節器插孔 定位就是顯示器 特別的是LZ2000W還可以從AudioLink這邊 接收其他裝置的藍牙訊號 直接變成170W超強出力的藍牙聲吧 別的廠牌可是很少有這個功能喔 Panazonic LZ2000W搭載LG出產4K解析度 真實幣的120Hz 應該是最高階的OLED EX面板 螢幕是不會閃爍的DC調光 最佳可視角也非常的大 顯示方面誤差值最小的是擬真劇院跟FirmMaker 我們以擬真劇院為主 DCiP3實測96.8%非常飽滿 RAGG9達到95.8% 出廠預設就能達到這個等級 預設出廠的白平原誤差值 Lyota 1.2.1算是準確喔 校正後Lyota 1降到超級變態0.6非常非常準 色溫6500 72K Gamma 2.15 都非常貼近好萊塢D65標準 色彩準確度部分 出廠校正前誤差值Lyota 1.8 我們校正後可以降低到Lyota 1.9 誤差值非常低 LZ2000W是使用像素點自行發光的OLED面板 每個像素都是單獨控光 畫面黑色部分可以做到完全不發光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這就是無線對比度 最高亮度這邊 SDR跟HDR的1%到9%區間 都算穩定 這些亮度也都比去年 JZ系列高個1、200尼特 全白畫面中央顯色均勻 黑色部分就是完全不發光 OLED要的就是這個 灰色部分整體均勻 沒有抹布效應 面板驗證都過關 測了一輪 這台LZ2000W在顯示色域 白平衡色準部分全部過關 幾乎不用校正可以直接看 不過大家最在意的 就是它和最強遊戲好夥伴 LG G2的OLED EX面板 相比到底如何 出去一看就知道 這台LZ2000W在HDR風格亮度 和G2幾乎平手 也間接證明它用的就是最新OLED EX面板 既然面板打成平手 那差別當然就在等下 我們要講的影像處理技術 而且這兩台算一算 價差4、5萬 這你怎麼看 Panasonic LZ2000W用的是自家的作業系統 就叫做我的首頁7.0 雖然不像Google系統那麼智慧 也不支援Google語言助理 但是操作速度超級快 幾乎不Lag 原生自有的App四集 其實是Panasonic自己建的 國外那幾個串流App都有 就是少了台灣常見的那些串流 Android手機可以鏡像投放 不過不支援Context的投放 也不支援蘋果官方的Apple AirPlay 2 和iOS鏡像 也可以用第三方App做到Mirror Capture 那這個就iOS和Android通知囉 沒有按鍵背光的銀色遙控器長長一支 數字按鍵串流快捷鍵都有 還能和機上合作連動配對 遙控上的麥克風要藍牙配對才能用 不過台灣還不能用語音控制功能 基本設定裡面的Viera Link 其實就是CEC外接設備控制 可以裝置開電視跟著開 或者電視關裝置跟著關 要外接ERC森巴或者擴大機 Viera Link 記得要開 HDR支援度部分吃到四龜 HDR 也因為有環境亮度感應器 所以兩大四四代的規格 Dolby Vision IQ 和 HDR10 Plus Additive 全部都吃 電視會自動調整顯示亮度和畫面對比 SDR影像模式一共有十二種超級多 一般看電影我建議切到擬真劇院 晶片能加強的地方和開關選項會比Fermac多 看運動賽事就切到體育模式 專業圖像和遊戲模式就要外接設備才會出現囉 HDR 10 或 HDR 10 Plus 的模式名稱和 SDR 模式名稱一模一樣 跟 SDR 模式一樣有十二種超級多 看 HDR 電影也一樣開擬真劇院 玩 HDR 遊戲就切掉遊戲就沒錯啦 那如果想知道目前看的是哪個模式 可以按一下遙控的 i 螢幕顯示按鈕 資訊欄就會跑出木田當下的內容資訊 畫面的場景亮度有多少也會即時顯示 杜比世界一共有三種模式 Dobby Vision IQ 會開啟畫面的雜訊意志 還有加強銳化 不適合看電影比較適合看實境秀 看電影和追劇我會建議把燈調暗一點 開杜比世界柔和 如果是走內建串流的 Netflix 影像設定就會另外跑出 Netflix 校準模式 強烈建議看 Netflix 的時候能開就開 揚聲器音量大小一共一百截 一百七十瓦非常非常威猛 這個正烈式的揚聲器也是 LD2000W 的獨有配備 77吋正前方有18顆5瓦中光音單體 組成前置揚聲器 主要兩側兩顆15瓦中光音單體 上面兩顆15瓦天空聲道單體 再加20瓦重低音向後出力 全部5.1.2聲道 是我們測過目前最強的內建揚聲器 再多兩顆後彎繞就完美啦 音效一共有六種模式 一般看電影就選標準 聽音樂也可以切到音樂 音場超級廣 瓦數夠大切什麼模式都很有感 這邊都可以試試看喔 這道一百七十瓦外放系統 就叫做360度 SoundScape Pro 聲音處理方面 外放揚聲器支援 Dolby Atmos 不過不支援 DTS編碼 聲音設定裡的SpaceTone設定 會自動跑一套聲音校正流程 可以用遙控器當收音麥克風 來針對鎖在空間 去調整目前的環境音場處理 另外前置陣列揚聲器 也能開啟聲音聚焦模式 會針對一個點或是一塊區塊 去做鎖定發聲 如果怕吵到別人 可以用這個功能 去做聲音聚焦 相當神奇啊 開啟ERC就能直通 豆比和DTS加無損編碼 讓聲辦或擴大機 解除Dolby Atmos和DTSX 要注意ERC要接在HDMI2這孔才對 也要記得打開Viera Link CC 機能 內建的串流支援Netflix Disney Plus Apple TV Plus Pride Video的雙度比都能點燈成功 YouTube也能看到最高4K60 HLG 和5.1聲道這些都沒問題 那如果要解放HDR 10 Plus Adaptive 目前最好的外接設備 就是新款Apple TV 4K 2022 這樣就可以把原本是HDR 10的i-test電影 都升級成HDR 10 Plus Apple TV 4K 2022真的是Panasonic好朋友啊 XDR 電影的影像設定 再來先講HDR電影的影像設定 影像模式選擇先切到擬真劇院 亮度準位維持在70 對比設定100 亮度為0 彩色設定50 自然色和畫質都是0 白篇選擇偏紅2 色彩加強關閉 進去環境感知設定兩個都關 然後把雜訊意志 MPEG雜訊意志 再生清晰解析度這三個都關掉 動態範圍重置把它打開 強調暗部可見性維持在0 Intelligent Frame Creation AKA動態流暢增益 點進去選使用者 模糊意志維持0 電影影像流暢開到1 下面其他選項都關掉 回到上一頁進階設定點進去 對比控制開到自動 色彩維持RAC709 Gamma調整設定在BT-1886 其他選項都不用動 這樣就是SDR電影的最佳設定步驟 然後延續上面SDR電影設定 來調整HDR電影選項 影像模式選擇 一樣切到擬真劇院 亮度準位和對比都調到100 其他選項都跟SDR一樣就好 接著到強調暗部可見性 這個開到3 進階設定點進去 對比控制選自動 色役調整到RAC2020 然後把Dynamic HDR Effect打開 HDR色調映射限制開到標準 這樣就完成HDR電影設定了 要防止OLED烙印就到影像設定 螢幕設定 把烙印防止打開 Logo亮度控制開到中 這樣子防烙印工作就完成囉 說回來HCX Pro AI影像處理 最有感的還是第四台 實境秀、YouTube廢片 這種原始炫耀來源 只有720p、1080p 不到4K解析度的糟糕訊源 經過晶片處理之後 人物臉部跟景深都會變得沒有那麼模糊 再來最有FU的就是HDR影片 在同樣的最高亮度 有晶片中的HDR擬針機率模式 整體會更明亮 暗部細節和亮部高光也會凸顯出來 顏色也更飽滿 這個都是靠晶片作動來達成喔 看運動比賽的時候 切到運動模式會讓彩度增加、震率提高 動態增益也看不太到 破圖誤判、畫面閃動的狀況 運動賽事不是看電影 所以不用管D65射準 看著鮮艷看著爽快最重要啦 我們接上X-Bar Series X看看遊戲機能 解析度震率最高能跑到4K60W Vision 或者4K120HDR-10 視訊模式裡面全部勾好勾滿 影片必勝度建議選RGB 10bit畫面最好 原本PS5接上Panasonic VR最高只能跑到48-60Hz 被嘴了半年終於更新後解決了 現在一插PS5就能直接跑到最高4K120HDR-10 而且同樣支援ALM和48-120Hz的VR可變更新率 色彩格式最多能支援到YUV 422 8bit和RGB 10bit 索尼遊戲機支援度也算全開滿啦 Windows PC部分可以標到最高4K120HDR-10 AMD最高能到FreeSync Premium NVIDIA最高的是G-Sync Compatible VR可變更新率兩家通吃 這台格式也和街上的顯卡有關 AMD顯卡最高能跑到YUV 444 10bit和RGB 10bit NVIDIA顯卡最高能跑到YUV 444 8bit和RGB 8bit 特別說一下這台的HDMI 1-2頻寬只有40GB 不是滿寫頻寬48GB 所以上不去4K144Hz 但這台面板也沒有這麼高的刷新率啦 玩起來沒差心裡有一點差啦 面板反應時間就是OLED水準0.1毫秒 4K60的輸入延遲在14.3毫秒 如果標到4K120輸入延遲可以再減半 實測ERC外接森霸玩遊戲 槍聲非常跟手 不會有陰聲延遲的問題喔 遙控器點一下買APP捷徑按鈕 就可以呼叫出遊戲控制板做快速切換 還有遊戲資訊面板可以即時監看 如果要玩遊戲開啟影像設定 點進去機能設定 輸入延遲開快速 ALM和NVIDIA自動遊戲模式和VRR 4K120旁入模式都把它打開 最下面的黑階準位選標準 玩遊戲這樣調就對了 4K120旁入模式是Panasonic自己研發的功能 可以改善聯發各晶片在啟用VR 或有垂直解析度卷拌的問題 畫質也會變比較清晰 開就對了 不過旁入模式和VRR同時開 PS5的地平線西域境地選偏好效能 就會出現畫面撕裂的狀況 只要把某一項關掉就可以解決了 那在其他遊戲我們是還沒看到啦 不曉得是遊戲的問題還是電視的問題呢? 影像桌椅晶片真的像玄學 好像比較好看又說不上哪裡好看講不出來 當然身為台灣科技低嘴的我們 絕對不可能像那些沒瓶沒去吹好棒棒的開箱頻道啦 直接把這一顆Panasonic HCX Pro AI晶片有處理 跟Metroid的畫面都秀出來給你看 以前我們常說要看第四台就要挑日本電視 但這也是影像處理晶片的功勞 透過畫面預算就可以有效的降低模糊跟修飾膚色的能力 不過現在訊號來源變好了 有時候植出畫面不處理可能也會更清晰銳利 這個也是看你自己的觀賞口味 說個重點畫面如果有晶片介入 肉眼感知還是有差 這個就不是玄學是真的日本技術喔 這一台77LE2000W的選項非常多非常雜 剛剛我們只是快速帶過設定步驟 那更詳細的設定解說 就進來我們臉書社團裡面一起切磋吧 這也是科技狗我是Eason 掰掰 來 ここ上去 вполне 還有朋友 我要ана 怎麼変一次 那漂亮 ∑ iev4 在第赤 dove è � Tal 宝 400 宝 大